亲爱的小伙伴 欢迎收看月儿音乐将 我是小薇薇 就在前几天某音乐盛典里 评选出的年度十大金曲 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快速听一下 都是哪些歌曲吧 若不是你突然闯进我生活 我怎会把厮守的寂寞 放任了爱我的话你都说 爱我的事你不做 我却把甜言蜜语当作 你爱我的去口 Talking to the moon 放不下的理由 是不是会担心 变成一只野兽 Walking on the roof 为心跳的节奏 是不是会暂停 在世界的尽头 我是你 心底温柔是你 不管所知 也是你 作严于树风筝 都谁不笑残久 十万坠里远去到海棠依旧 知风 知风 应是绿飞鸿 又回到遇见你那个地方 所有风景变了样 别在意我早就把你赢 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 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 这同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 潜入深夜 我期盼天灵 那女孩对我说 说我是一个小偷 头大的回忆 放进我的脑海中 我不需要自由 只想陪着她的梦 风为天 落在你眉前 试试一滴泪 多想换得你一颗笑颜 曲终已缠绵如誓言 听完是不是会发现 除了知否知否 其他都是网红歌手演唱的 网络神曲 周杰伦 邓子齐 林俊杰等 竟无一人上榜 感觉华语乐团要玩独子的节奏啊 想想曾经的华语乐团 败家争鸣 百花齐放 现如今的音乐榜单 却逐渐成为了 神曲玩耍的打闹的地方 这些所谓的十大金曲 根本经不起打磨和推敲 基本上都是口水歌 只是为了迎合听众 而创作的快餐作品而已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见吧 拜拜